彌女,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愛主的神的兒女的恩典、潛能和榮耀 即是一個人愛主的時候 神的兒女,聖經說到神的兒女是會祝福的 但也有很多神的兒女經常吵架、發脾氣、懵吵、怒吵 一有什麼問題就立刻擔心 他發覺他生命有很多問題 聖經答應祝福的都是說到愛他的人 神為他預備,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耳朵未曾想到的東西 先求神的國和他的意義一切加給他 是說到遵從神的人蒙福 即是一個人說信耶穌但他沒有跟從神,沒有親近神,沒有遵從神的時候 他發覺生命會有很多各方面的問題 吵架、不開心、煩惱、身體健康問題 我們就說走神的路最好 我自己真的覺得是 總之走神的路最蒙福的 我今天剛剛見到我弟弟和我妹妹一起吃飯 當我們看那些細字的時候 發覺我是最大年紀的人,我是大哥 我是看得最近的,我這麼近可以看到那些細字 但他們要拉到這麼遠來看 這真是神的祝福 原來聽神話的人,神是祝福的 神的疑慮有很多福氣、很多恩典和很多潛能 神要使用你的潛能 先跟Rachel分享的是神使用他的潛能 其實神給的潛能,不是我們的潛能 以及我們得到的榮耀 這裡比較一下 富翁的子女通常人覺得很有福 誰是有錢人的兒子 李嘉誠的兒子,誰是有錢人的兒子 這個人很厲害,很多人都會很喜歡他 很喜歡跟他做朋友,因為他有很多錢 但我們現在比較富翁的子女和神的兒女的分別 富翁的子女,他有愛的 不過是有限的愛 甚至有些富翁的子女都少愛 因為他爸爸媽媽經常要做工,經常要賺錢 可能他有非容愛他 但是他是有限度的愛 但我們是無限的愛 但有些人說,不是,我很少愛 因為我們有沒有領受 你信靠和領受 你是得到很多恩典的 我每天都相信神的恩典 神恩典每天都來到我身上 富翁的兒子女會承受遺產 很多人都很羨慕 哇,這麼多錢 想都想不到這麼多錢 但我們是承受萬物 有些人說,不是,我信耶穌 也不是很多錢 在乎你有沒有給耶穌掌管 你聽耶穌說,神掌管就祝福了 譬如神使用這個復興宣教士功 也祝福過很多宣教士 其實我們不是一個大的群體 但是神使用 這個就是我們有無限量的恩典 神為我預備的 富翁的子女,他是人間的富翁 但是神的兒女是無限的提升的 神提升我們去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是人想像不到的 富翁的子女有很多人很羨慕 哇,有錢老的子女 但是你看看下面的圖 有一個新聞 有一個十六歲的富二代少女 被家人寵壞了,變成巨嬰 巨型的嬰孩 是靈智理能力 吃飯要媽媽餵 你真是一個富翁的子女 但是神的兒女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羨慕 神的兒女 全能的神的兒女 很厲害的 以下是一些圖片 這個宋上節 他如何祝福很多人 其實他一直都有病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祈禱了很多人病 甚至有人說 入到他的房間為人祈禱 是滿了燕雲 這裡沒有 有燕雲 即是有燕雲在這個地方 充滿這個地方 神的榮耀充滿這個地方 另外葛培里 葛培里是報道 帶領很多很多人說耶穌 就是神去使用他 另外就是安卡羅 還有彭孝廉 稍後我會再簡單說一說這些人物 他是有心做基督教學 真的帶領很多學生信耶穌 下面是Heide Baker 他去到非洲時是沒什麼錢 只有幾十元美金 但是神使用他 祝福很多很多的孤兒 並且很多成為了牧師 也有張德培 是基督徒的網球手 而他是經常見證耶穌 所以他是給神使用的 還有杏林子 如果有人說病 杏林子就更加慘了 為什麼杏林子慘呢 因為他百分之九十幾的關節 都有問題 你站在旁邊弄 他百分之九十幾的關節都痛 是時時很痛的 所以我們看到 但是這個人他是榮耀神 和祝福很多人的 他幫助很多人的 那這個就是原來一個有病的人 可以這樣給神使用的 好了 那我們又比較了 信耶穌的神的兒女 信耶穌的都有分別的 左邊是愛主的基督徒 右邊是沒有愛主的基督徒 愛主的基督徒是怎樣 給神愛和接立 被神照顧供應 有奇妙的計劃 神就提升他 進入一個豐盛的生命 但他沒有愛主的基督徒 他是信耶穌 不過魔鬼偷了他很多東西 家裡又吵架 又不開心 又煩惱又病 因為不開心容易病的 其實個人輕鬆 由早到晚都輕鬆 是身體健康很多的 所以希望大家 是時時都說 我越輕鬆越感謝神 就越開心越健康 有些人說我真的有病 你越有病 你越輕鬆 一樣可以身體舒服 但是你越有病 越煩 你的病就越嚴重 好了 沒有愛主的 他又被傷害了 但是他沒有醫治了 其實個個基督徒 都有被人傷害過的 這裡有沒有人 未曾被人傷害過的 不會的 就是沒有人 沒有被人傷害過的 但是問題就是 愛主的基督徒 他傷害之後 被人傷害 他可以得醫治 但是呢 不愛主的基督徒 他傷害之後 不懂得找耶穌得醫治 還有他生命沒有把握 他是on himself 就是他靠自己 他什麼都靠自己 他不是有神去祝福 神想祝福他 但是他的心不開放 所以其實他的生命很苦 他浪費生命 以及很受苦 所以大家想想想 你想做哪一種基督徒呢 你想做哪一種神的兒女呢 首先講那個經文 因為那個經文 我們在羅馬書 現在讀羅馬書 羅馬書八章 首先講到受造之物 都跟神兒女一起享受 永生 將來他都會享受 所以我們是神的子女 他們不是兒女 他們是受造之物 他們都跟我們一起享受 這個經文我們一起讀 羅馬書八章二十節 因為受造之物 福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核際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們 者有聖靈初結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裡嘆息 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 乃是我們的身體得熟 這個講到 受造之物 伏在虛空之下 不是他想的 而是因那叫他如此 是因為他人類犯罪 所以受造之物 都一起受苦的 但受造之物 中文翻譯聖經指望 其實是翻譯錯的 原文是will 是will 將會是將來式 將會脫離敗壞的核際 因為指望 譬如說 他指望他老公回來 不知道他老公是否回來 他老公將會回來 那就是將會 他是將來會脫離敗壞的核際 他身體的敗壞的核際 他將來會脫離 這個脫離到底是消失了 因為什麼呢 下面一句我們就知道 其實將來的動物都和我們一起享受 他說得享 原文是進入 進入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就是我們有的榮耀 這個自由的榮耀是輕鬆自由的 我們現在總有很多約束 其實這些約束有時候是自己加上去給自己的 我要做得好好的給別人看 這個是自己加上去給自己的約束 其實我們說 總之我們放心做遵從神 不是隨便犯罪 不是犯罪的意思 我聽從神 我是很自由的 我有自由去遵從神 我們現在都可以更多自由 其實在世上 我們每個都是一樣做人 我和你一樣做人 我和你可能責任比你更多 但是為什麼我自由呢 因為我知道我不是負責後果 我是負責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是自由地享受神 侍奉神 去宣教我又不怕 雖然面對很多人 做得好不好 不是我負責的 是我 總之我依靠神 親近神 神就會負責 這樣我就做得自由 而將來去到天堂 那些人一離世 有些人曾經離世 能夠神給他活回來 他說一離開的身體 輕鬆得不得了 原來發覺原來做人很多重膽 大家知道 你不要活在重膽之下 是自己加給自己的 自己煩的 有些人說不是 我真的有很多困難的 有困難可以 有些人有病 都一樣倚靠神 親近神 從神得力 但有些人有病 就很苦的 我們是可以活得輕鬆 平安喜樂的 受之物一起 嘆息勞苦 直到如今 即是和我們一起 就算我們有聖靈初結果子 都是自己 心裡嘆息 等候得著神兒子的名分 乃是身體得熟 即是有一天 我們身體得熟 不用病了 不用老了 不用近視了 不用光頭了 即是個個都有頭髮 平時的頭髮 就會很漂亮 到時會很漂亮 好 接著第二講到神兒女 神兒女有什麼特別呢 第一件事就是有引導 聖靈會引導 所有神的兒女 也都在我們心中運作 來成就神的美意 即是我們有神運行 神和我們是很近的 是近得不得了 有些人就以為神很遠 其實是很近 在我們心中運行的 這幾處經文 希望大家都記得 大約 起碼記得的意思 一起讀羅馬書 8章14節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 即是 總之神的兒女 就有聖靈引導 被神的靈引導 凡是有人 心中會有聖靈感動你 悔改信主 遵從神 聽神話的 你就有聖靈內住 你就是神的兒女 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我是否是神的兒女 總之你有聖靈內住 當然你有聖靈內住 你就不去抗拒聖靈 因為抗拒聖靈 你就自己受苦 其實做人 為何不開心一點 你不聽話 你自己受苦 即是說 如果你有聖靈感動 帶領你 帶領你悔改信主 跟從神 你就感受神 我是神的兒女 那你又可以開心 我是神的兒女 我是神的兒女 我是神帶領我的 神住在我裏面 我希望大家經常記得這件事 第二句經文一起讀 《弗洛比基書》2章13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看你美意 讀下面 臨前6章17節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始乎所書》4章6節 《一神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這裏講到《弗洛比書》2章13節 你立心去做 這裏講到是遵從神 你立心去做 和做出來 都是神在你裏面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原來神經常運行在我們裏面 叫我們去聽從神 去遵從神 倚靠神 享受神 都是神在這裏運行的 原來神經常在我們裏面做事 經常帶領著我們 神是你真好 神是全能的神 有些人聽到這句說話 不覺得很特別 但是我們深信 祂是全能 祂是愛我們 愛我們 有能力 有恩典 有慈愛 這樣祂在你裏面運行 一定帶領我們做好事 我們生活中有些人 很多時候 有些人都問我 到底在神想我怎樣 我第一 聖經有講 第二 聖靈有感動你 你就順著聖靈感動就可以了 你不用很害怕 有些人說 糟了 我住在這裏還是那裏 我應該怎樣做呢 我應不應該被他影響呢 很多這些說話 我應該找哪個醫生 用什麼方法呢 我說你 神會感動你的 你會覺得有種感動 有種帶領的 你就跟著這個帶領 你覺得平安 你站一股神是不是你的帶領 你覺得平安 你就去做 你覺得那件事 不是犯罪的 又不是有什麼不好的事 而是合理的 有很多決定 譬如你說 今天我吃麥當勞 吃中餐 西餐 這些其實不是很重要的事 但你都可以順著你的感動 麥當勞吃完 可能很多熱氣 我們就不要吃麥當勞 你都有這個權 神都會帶領我們 而且聖靈會感動我們 所以希望大家感謝神 神又給我意念 原來每一個意念來都是神的聖子 希望大家記得 我已經講過兩三次了 神的聖子 所以 皇帝的聖子 人是不敢不領受 並且皇帝的聖子 都是非常重要 神的聖子更加重要 所以一旦有神的感動 我就照著做 我就聽話 生命一定蒙福 然後臨前六章十七節 但與主聯合便是 與主成為了靈 原來神跟我們聯合 即是我們一路向前走 有神帶著我們 有神陪伴我們 有神跟我們一起 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怕鬼的 其實有些人有邪靈 我一望著眼 我奉耶穌明 吩咐邪靈出來 但我吩咐的時候 我並不是凶惡的 一說而已 那些邪靈就馬上受不了 原來就是我們有神的同在 我們是不需要怕的 我們有永生神跟我們一起 我們是可以很開心的 以法所書四章六節說到 這個一位神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 在我們之上 但是祂是 我們有神的祈福 最終是祈福 在祈福 你有神的祈福 在祈福 我來自祈福 有神的祈福 他誇張 誰就是祈福 他誇張 我來自祈福 在祈福 有神的祈福 他誇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